视频开始前想问一下各位的3.1版本卡池对你来说算不算良心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两下呀,3.1版本的上半卡池也是几天到来了嘛 有全新的五星角色和四星角色,当然还有开服的风神温迪啊 给大家带来这个抽取建议啊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硬币还是有个更加专业的吧 毕竟一个硬币是实经验,转发又经验 那我们先从四星角色说起吧 这期的四星角色来说可以说除了坎蒂斯之外 其他两个可以基本上是用不到了 不过可以说一下他们有一些用处吧 找又 定位是奶妈,不过一般用于跑图和抓精脸嘛 用的比较多一点 也是目前唯一的角色的大剑罗莉啦 有一说一啊,呆呆的还蛮可爱的哦 九旗人,荒龙派的智脑,定位是治疗和挂雷的一个定位 目前就业在武装队以及需要治疗的队伍吧 就位方向目前不是很好,未来可期吧 不过嘛,他摘面具的时候也挺可爱的哦 全新四星角色,水系的坎蒂斯 根据官方功夫的情报是一位主要辅助的角色 武器是长枪啊,核心大招是给产上角色 提升普攻伤害和水附魔的为主 这一点我想到可以搭配灵人啊 臭双水,普攻有水附魔嘛 而且坎蒂斯和灵人都可以吃到生命值的争议嘛 其他的话各位有没有想法呢 不过嘛,主要还是得等待正式服的上线 进行测试才是比较清楚 接下来看看五星角色赛诺吧 根据官方的定位呢 能从精准操作中获益的雷塞 也就是说操作不好的话 容易丢伤害的意思吧 我看了一下这个定位相机的肖啊 元素战技 向前突进 好家伙,这个肖直呼内涵 大招呢是释放后会附加这个雷附魔 而且可以提升精通 和看打断提高 这点我研究了一下 根据官方的意思基本就是霸体了 我看了一下星海的描述是提升 那个看打断,其他都是提高 所以说提高看打断我就放心了 而且可以免疫感电 和其他角色是一样的 退场就消失嘛 就是让你战场咯,目的很明确啦 至于强度方面的话,这个只能等待测试了 不过我个人觉得呀 虽然说技能很老套 不过打反应计划的话 直觉告诉我不会很弱吧 希望如此吧 问题,如果你是老玩家 相信再熟悉不过了 如果是新玩家的话 可能也是有所了解 定位是一个辅助和附C 主要是以巨怪为首当的一个巨怪角色 也是目前最强巨怪角色了嘛 一般用于工具人使用的 就因为你想要附C的话 对资源来说以及回报不是最好的选择嘛 对于没有万叶和玩家来说 是建议必抽一个的 万叶和砂糖都有的情况下 是可以考虑抽取 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零数十这种怪嘛 多动症 温迪对上它的话 那么这个小怪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温迪就是装刻那些有多动症 以及小体型的怪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温迪呢 可以发个弹幕让我看看吗 接下来呢 是重头戏的武器卡池了 这次我真的吹爆 所以说不算最好的 那就说成史上最良心的卡池之一吧 这次的副产物就是经过多版本的锤打 也是提高了放用性嘛 作为主产物的赛诺专武 好家伙 又来一把44%的暴击率 这把也是目前最高的暴击产权武器了嘛 特效总体来说四个字 元素精通 和元素精通挂钩的角色 基本还不少呢 而且根据精通还可以增加攻击力的 不过有大佬测试过 这把武器给胡桃来说和护膜不相上下 毕竟胡桃挺自清通的 可以携带精通杀漏 先不说特效啦 单纯44暴击率已经足够吸引到我了 至于副产物的中末 主词条是充能的 特效可以增加攻击力和精通 这把武器厉害就是可以提供精通和攻击力 目前有很多武器当中是没有这种增益效果的嘛 那么这把武器有增强效果那肯定是比较不错的 这把武器目前比较适合的角色有很多弓箭的角色呀 比如举个例子吧 温迪、夜兰、九条 当然不止这几个吧 作为副产物的周末 这支卡池很香啊 接下来看看四星武器方面的 有一把新的四星武器以及四把复刻武器 西风猎弓、冲能类的武器 放用性很高 虽然说这把武器有很多玩家应该都有 但是满精炼以及溢出的应该不多吧 这把武器可以给需要的冲能、弓箭角色使用 官方竟然把它放在温迪的同期卡池里面 对于没有西风弓的温迪玩家来说非常不错 狭里龙银主持条是攻击力的 特效器和火雷角色 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克勤了 放用性一般般吧 主要是斜角色的话都不太好用 西风长枪的话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最近见过好几次了 官方你在干什么 也不是不好吧 也就是先把这把武器 放用性很高的 项铃、雷神、云锦、圣鹤、罗沙利亚等 需要冲能的角色都是可以使用的 记底书 从整体设计来说 可以说是沙坛的专武吧 也是毕业武器了 不过这把武器至今没有精武 如果是精一的话 着实一般了 这把武器除了给沙坛 其他角色好像也不太好用吧 就沙坛呗 最后一把双手剑主持条是精通的 如果你有问题 那么想要塞诺的话可以等测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萌星玩家是强烈的抽取一个的 塞诺作为战坛主持长久来说 应该是不够保值嘛 至于武器卡池方面的话 我觉得挺良心的 不管是拿把五星的中末 还是塞诺装武 都挺不亏的 这里说一下吧 不建议平玩家碰武器啊 好啦 不要各位对这期卡池的角色和武器想要抽谁呢 可以发弹幕证明你曾经来过嘛 祝各位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